你好,你们的菜来了 好,谢谢 孙老师,真的是您啊 你是哪位啊 我是子晴的妈妈呀 上个礼拜孩子成绩没考好 您还找我谈话了呢 我想起来了 这餐馆 这餐馆是我跟他爸开的 我们俩没啥手艺 就只会炒个菜 子晴他妈,不是我说你啊 这孩子的学习成绩呢 你也都看到了 你不能关顾着赚钱 不管孩子学习成绩 在家呀,你得多教教他 这孩子的教育问题 又不是我们这些老师 一个人的事情 是是,孙老师,你说得对 我跟他爸呀,没啥文化 这孩子的学习还真实 老板,买蛋 哎,来了 孙老师,你们先慢慢吃着 我等会儿再给你们加两菜 哎,不用了,这就够了 嗯,哥,这辣椒炒肉挺好吃的 我开始尝尝 那你知道为什么辣椒炒肉这么好吃吗 辣椒饭的好呗 饭的是什么辣椒 是本地辣椒还是菜椒 什么时候饭 是先炒肉还是先炒辣椒 这我哪知道 这肉啊,也挺有讲究的 是瘦肉好呢 还是稍微肥一点的肉口感好的 这辣椒炒肉啊,是大火炒还是小火炒会更香呢 哥,你干嘛 我怎么知道这些啊 我是老师又不是厨师 树叶有专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你不会炒菜 难道他就会教学生吗 他不会教,可以学啊 我每天把他学习资料往群里翻一翻 他一看就会了 很简单的,没你想的那么困难 你下班了,可以逛街看电影 可他们呢,他们要先检查孩子的作业 还要洗衣服洗碗拖地 一边准备明天的食材 一边要按照你的要求提交作业 老板娘,今天上菜有点慢啊 来了来了,不好意思 来,你慢用啊 妈妈,我这些不会 行,你先把不会都留着 等妈妈妈玩 甚至连家都回不去 一边为生活忙碌 一边还要哭到孩子 你们把作业往群里一丢 妈妈,老师让人打卡的,你快点 哎,马上就来了 可千千万万的家庭 为了孩子的作业搞得鸡飞可调 如果单靠家长 能把孩子的作业教育好 那学校为什么不让家长去担老师呢 那可不行 做老师不得有资格证啊 对啊 他们没有教师资格证 那为什么让他扑到学生呢 他为什么要给你送餐 为什么见了你比见了自己的老师还要紧张 不就是因为他们想让你把孩子教育好吗 教育孩子 家长,老师 应该各有各的分工 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 给予了老师最大的信任和尊重 那批改作业 扑导作业 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 是不是老师分类的事情 你们又做到了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